大家好 我是舒文老師 讓我們來一起看看 9月4號到9月10號的生肖週運 首先讓我們看到豬土羊一顆心 在這個禮拜顧忌頗多 花費較高 那麼也就是說在生活當中 或者是在這個工作壓力上面 你會覺得左右之處 好像做這件事情也不太對 做那件事情又有可能得罪人 所以你的顧忌是相對多的 花費比較高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家庭的花費變高了 也許是小孩子要繳學費了 或是你的房租或是你的房貸 一起來了你就覺得花費很高 這個也會為你的生活 帶來一些心情上的壓力喔 再來我們看到狐馬狗三顆心 業務拓展協調溝通 也就是說在這個禮拜 你會發現有業務拓展的好機會 甚至有新的生意一直進來了 可是這新的生意進來之前 你會發現協調跟溝通 才是你要努力的功課 你如果可以讓大家都一起圍成一個圈圈 一起來幫你做事 一起來為你努力 這個協調溝通才是你的真本事喔 再來我們看到蛇肌牛四顆心 合作成功正才提升 那麼要先恭喜蛇肌牛的 如果你覺得在前面 有很多你正在鋪陳的東西 在這個禮拜也許看到了合作 或者是看到明亮的曙光了 那麼這個對你的正財運都有相對的提升 你會慢慢發現前面的努力 為你後面的開花結果都鋪好了路喔 再來我們看到猴鼠龍五顆心 發揮力量 開心成長 先恭喜你們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禮拜你找到自己生活中 或是要努力的那個著力點了 你知道把力氣放在哪裡 怎麼發揮能夠得到最高的成效 所以這個禮拜的你呢 相對是開心的 因為你覺得自己成長了之外呢 還收穫頗峰呢 好 再來我們來補充一下 財運最旺的是屬猴的人 工作最強的是屬鼠的人 桃花最紅的 恭喜屬龍的人 好 我們來看一下白鹿 在這個時候 9月8號是我們的白鹿 白鹿開運方式 舒衡老師補充三種 第一個呢 我們要知道白鹿啊 代表秋天到了 所以要潤肺養生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多吃一些粥 或是吃一些溫補的食物 枸杞啊 這些都是很好的選擇喔 再來 在風水部分呢 我們要建議玄關整潔喔 如果希望自己的財運好運來的話 你們家的入口處 一定要保持一個乾淨的模樣 接著呢 我們還可以種植桂花 秋天到了桂花香 而桂花的桂 也有相當於桂人的桂 所以在這個時候種植桂花 也能夠為你迎來好的桂人運喔